好 市聰 臺灣的這個小散戶股民 今天有晶圓代工半導體的都很開心 連電終於解了20多年的套 創了21年的新高 那台積電這次漲價風潮 帶動的是全球的半導體漲價風潮 可是另外一個變數現在大家毛毛的 那這個變數是Delta疫情 特別是長榮機師的突破性感染 使得外界擔心我們這一次的邊境國門的防守 會不會有漏洞 沒錯 今天的台股表現真的非常好 連電還漲了 差點要漲停板 那股市鬧轟轟 但是其實我們另外非常擔心的就是 Delta病毒是不是有可能會入侵台灣 那主要就是因為今天我們一共有兩個本土案例 然後有四個境外移入 沒有死亡的這個案例 但是因為裡面有兩名境外移入的是 這個長榮的這個機組人員 而且機組人員的孩子也因此而染疫 那因為這個在桃園地區發生 所以我們現在指揮中心 就針對桃園市的這個所謂相關的防疫措施 有採取所謂的強化的措施 然後一定要嚴守這個整個的這個社區的這個防線 那於是我們要事實上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有兩名這個長榮機師 他們是飛完了這個布里斯班 短期的航班之後發現到說 他們確診有陽性的這個狀況 那其中有一名這個機師 前一陣子才飛了這個芝加哥的長期的這個航班 那所以因為他們兩個 為什麼引起大家注意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都打過了兩劑的這個AZ疫苗 那打過兩劑AZ疫苗之後呢 那又發生 那於是我們就趕快進行所謂的 基因這個定序的這個狀況 後來判斷是Delta的這個病毒 那Delta的病毒來說 那怎麼會感染呢 因為他們兩個感染的都是在所謂的左座的這個正機師的這個位置 他們兩個都是正機師 那懷疑就是說 可能原本就已經有一位他帶有病毒 然後他就把這個感染的這個感染源的可能就留在這個位置上 或留在他的這個機艙裡面 然後於是呢 接下來坐在同一個位置的機師也因此感染 然後他們就說那同樣一個機艙裡面的副機師有沒有 目前檢驗是副機師都是陰性 所以有可能是這兩個因為坐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而經過這樣的感染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機組人員感染 而且都打完兩劑之後 於是我們現在呢 已經要加強所謂機組人員的這個檢疫 於是從9月15號開始呢 如果你即使你是接種完兩劑的時候呢 航班返台的時候要5天的這個居家檢疫 加上9天的這個自主的健康管理 而且檢疫地點一定要在防禦旅館或是防禦的宿舍 所以看起來的話 對機組人員的這個防疫的措施有升高 但是因為我們講到 這次有一位他們機組人員的孩子感染了 那孩子感染的時候 因為他是高中高職的這個學歷 那於是呢 這個學校已經經過這個通知之後 已經要全校要停課14天 那其實不只是停課14天 因為他其實在感染之後呢 他有去上學兩天 所以因此這樣之後 他2800名的這個師生 目前可能都要建行一些相關的這個檢驗的這個措施 那因為這一次原本我們是沒有這麼嚴格的 原本是說一個人是全班停課 兩個人確診才是全校停課 但是因為這一次是Delta病毒 所以我們即使是只有一個人 我們每次採取所謂的全校停課這樣一個狀況 好那因為呢 他們現在還有這個大約末有500個人必須要所謂集中檢疫 因為他是跟他同班的同學還有家人 那他們集中檢疫14天 那如果假設裡面有確診者的話 那而且跟他使用後面一個教室來說的話 就可能會有居家檢疫的 居家隔離14天這樣一個動作 所以你看其實我們現在目前在防範Delta病毒來說的話 是可能是拉高整體的這個規格 好那除了這個拉高規格來這個防範Delta病毒之外 今天當然又有疫苗的好消息 主要就是因為這個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宣布說 他在9月中會再掙一批這個AZ疫苗 那給這個台灣泰國還有越南 那依照這個數目來判斷的話 大概提供了台灣的話大概最多10萬 那低的話可能是6萬到7萬這個數字 這個當然還要在日本的這個宣布 那因為這是第四度捐贈給台灣 那於是我們指揮中心的說法是說 因為很多日本人在台灣 那他們可能也沒有疫苗可以打 於是這一次可能會造冊 然後特別給這個日本的朋友 能夠施打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一批這個日本的疫苗 可能是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的話 當然還有所謂的AZ疫苗 AZ疫苗講完之後 當然還有所謂的BNT的這個疫苗 你們知道第一批的BNT是93.2萬來到台灣 那依據目前的這個說法來說的話 大概下個禮拜 也就是9月8號左右 會有第二批的這個BNT的疫苗來到台灣 大概會有90萬劑左右 那當然這一次的這個焦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這個從這個起飛的時候 其實外觀是有所謂的鋪斃那些布條在那個地方 那為什麼來到台灣下飛機是我們沒有看到 那指揮中心的說法是說 因為這個台積電 他們當初的這個合約裡面來說的話 本來就沒有說一定要有這些字樣 於是他們跟台積電溝通之後 台積電也認為說有必要把它拿掉 所以在這個疫苗來 在通關的過程裡面來說的話 他們利用在消毒的階段就把這個疫苗 把這個所謂的這個復必泰的這個布條拿掉 那至於就有人說 那這個會不會違反我們相關的規定 其實這個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是所謂的外面的物品 不是內容物 所以目前的海關或是說指揮中心的認為說 處理方式其實算是OK的一個狀況 好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大家都講 這一次去接機的人員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台積電的人員也去了 那包括說像實際的人員也去了 為什麼就是沒有看到 永寧基金會跟這個鴻海相關的人員呢 那於是人家就說 其實是郭台銘有意了 就是要低調一點 因為他從5月23號開始在說買疫苗的時候 其實包括綠營人士 或是很多政治人物都說 他其實是別有用心 他只是想要這樣子 那於是他這一次就不去了 那不去的時候其實呢 人家就說其實那他的心情到底怎麼樣 他當然在臉書上面說 我買這批疫苗 從來沒有花錢花得那麼開心 但是他在8月29號還有寫了一段話 叫做扶手甘為如子牛 那其實大家看到這句話就說 他很樂意幫這個百姓做事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前一句叫做橫眉冷對千夫直 也就是說其實他沒有說的 就是說其實過去你們都罵我 那我現在完成了之後 那你們就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就是他完整的這個寫照 那當然啦 因為現在整個這個目前 我們這個復必泰的 BNT的疫苗目前已經進入所謂的 入庫之後 現在進行所謂清典 然後現在也要核送 也要送這個冷鏈 那接下來進行所謂的 無菌的這個試驗 那於是呢 如果真的是一切流程都順利的話 最快可以在9月16號可以施打 那當然啦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BNT疫苗來台灣 所以看起來的話台灣9月的疫苗的阻力 應該就是BNT